大家好,我是校园策判员程子恒 加州的学校已经开学了两个多月了 但今年在校园上有一个新的规定 让许多学生们都很不开心 加州的州长Gavin Newsom 打算要把高中学生在校园上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 或是完全禁止使用 学生们对这新规定有什么想法 就跟着我去问问吧 其实,校园能不能使用手机这件事 已经在加州讨论了很久 比如我的学校Melo 学生们在上课时 必须同意把手机放到手机箱 等到下课的时候才可以拿回来 这个方式同学们就已经觉得没必要 如今,未来如果都不能使用 大部分的人都持反对意见 为了学生不在手机上 这种感觉是学生没有手机 这种感觉是让学生更想用手机的手机 我认为他们在校园上有更好处 我们在校园上有更好处 因为如果有危险 我们可以接触别人 或是我们在空间的空间 我们可以在空间的空间 我们可以在校园上游戏 但很特别的是 老师们多半赞成这项经理 甚至觉得应该更严格管制 我觉得今天从学院的通知 我们在学校的通知 我们对学生得很逼连 我们在学校的通知 学生没有随着机器 所以那已经做出很好的 但我觉得第五步 就是禁止他们从学生 全集的 除了我们学校用的手机盒 欧美各国有些学校是使用这种手机袋 学生们将手机放进袋子里 等到下课解锁之后才能够使用 看来各国学校都想尽办法 让学生远离手机 以免在上课的时候分心 美国加州的新立法 更加确定了校园禁用手机 已经是个全球趋势 只是如何让学生学会自律 恐怕才是最基本的解决办法 以上是校园特派员陈子恒 在美国加州所做的采访报道 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 到底学校该不该禁用手机 今天的Minor C team大胆说 就来跟同学们一起聊聊 为什么会掀起这股风潮 那同学跟家长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截至目前为止 全世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国家 的校园禁止使用手机 那么欧洲算是走在最前面的 目前意大利跟希腊的学生 可以带手机上学 但是教室里面不能使用 而在法国近五年当中 高达两百所中小学 加入了手机禁令的实验计划 那么匈牙利政府就要求校方要统一保管手机 一直到放学才会还给学生 那么荷兰呢 则是在去年建议全国中学禁止使用 包含智慧型手表在内的3C产品 今年还往下延伸到了小学 那么各国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我们就来看看 被视为全球教育模范生的瑞典 就可以发现这股风向有变化了 早在2016年 瑞典就想要当第一个数位教育国家 不仅深深有平板 而且还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动了数位化 后来瑞典人发现苗头不对 这不但没有办法提升儿少的学业表现 反而对身心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瑞典政府呢 就从去年起全面禁止中小学使用手机 那么今年9月更是提出了数字 具体说明13到18岁的青少年 不论手机平板 每天使用荧幕的时间 不应该超过3个小时 而目前瑞典的青少年 平均每天花6.5个小时 滑手机 超出建议时间的一倍多 其实早在6年前 荷兰专门招收12到18岁学生的 盖凡学院 就喊出要打造5手机校园 当时还被家长讽刺说 这是活在19世纪吗 而台湾2021年也提出 斑斑有网路 深深有平板的口号 当时也被称赞是德政 短短几年 全球局势大逆转 究竟台湾学是怎么看待 全球先起的手机禁令呢 来看我们的校园特派员 许纯锡大 街坊给我查 谢谢赵文姐 随着科技的发展 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世界许多国家掀起了一波 进手机校园进手机的风潮 美国已经有超过十个州径 推行了校园进手机的法令 要求学生要在大人的监管下面才能使用手机 支持的人就认为说 这样子可以让学生更专心的学习 也可以促进人与人的交流 但是也有质疑声说 不应该把这样子的责任推给老师来处理 也担心孩子们在学校的安全问题 究竟台湾的校园是否也应该要推行这样子的禁令呢 我们来听听看同学还有家长们的想法 如果你逼一个学生不带手机的话 那他们其实会更想要带手机 然后如果你叫他们带了 然后可能就是放在下课的时候放在前面 然后下课的时候拿来使用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行得通的一个方法 学生拿着手机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have a method to communicate with 学生会为了玩手机去确认 更专心的去上课 就不会去偷玩 因为你有这种时间可以让他去玩 我赞同收手机 因为我看那个就是隔壁书子班 他们下课都有一排人 站在教室外面打音油 然后就是少了人与人的互动之类的 那我们班就是可能下课的时候都在教室里 我们没有手机嘛 那剩下语乐就像是讨论题目 或是跟同学聊天这样 可以促进同学之间和和谐关系 我国中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很多人 五岁的时候他们都会爬在 他们就爬在桌上 然后他们就会把手机放在自己的腿上玩 这种人是不在少数的 包括我们的风气鼓掌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用意是好的 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有东西可以代替手机 就是没有打游戏的功能 或者是比较没有通讯的功能 就顶多可能跟家长顶多之类的 那可以有其他功能可以对学习做到帮助 我觉得也是不错 我赞成这个进手机的 因为手机会影响自己上课的心情 也可能会就是让课业变得不好 我们老师也常说 如果你想要提升一个东西的物价 那你把它禁掉就好 因为这样就会开一个黑市 那学校的手机也是同样的概念 如果把它禁掉 只会让学生更加的拦用 所以我支持废除这个经历 我很意外耶 有不少的学生赞成校园进手机 是大家都成熟了吗 好 根据学生团体所做的网路调查 国中阶段是否应该收手机呢 赞成跟反对的比例很接近 只差两个百分点 不过到了高中阶段 认为学校应该收手机的 只剩下8% 高达92%的人反对 而且受访的学生表示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啊 就算你这样规定 我就是有办法不让你收走 所以呢 重点是什么 同学们得要理解手机之恶 学会自律 不管学校要不要进手机 还是要仰赖政府颁布同意的法规 否则呢 手机的管理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争议 那么家长们如何看待 校园的手机问题呢 继续来看我们的街坊调查 我觉得是利益是良善的 可是你在实际执行面上面 你要看能不能够真的去做到 例如说他们可能会用抖音 或是说交友或是诈骗这些 都是家长必须要在旁边注意 可是我觉得完全的禁止 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小朋友在手机无可厚非 如果是基于要联络家长 或是有安全考量 但是在学校之后 我觉得还是由学校的同意规范 让小朋友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就把手机收起来 然后下课再发回去 所以计则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还不至于到整个禁止 因为考量每个人家庭 每个需求可能不大一样 上课的时候最好是不要用 然后课间 如果说课间休息时间比较长的话 可以用一下 但是手机上的一些功能 家长最好是有一个密码锁 就比如说有一些是儿童服役 去看的一些东西要设定一下 在合理的范围 那主要当然还是以整个教学为目标的话 那手机如果作为一个服用的教具 那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想这是程度的问题 那只是说在实际的执行上 小朋友或者是学生 难免还是有自制力的问题 教育当局可以制定一个大方向 就是说鼓励大家去朝这个方向 去做管理 那但是呢有一些细节上面 或许可以透过各个学校的行政当局 或者家长会 还有教师会我们一起来讨论 制定更可以操作的细节 但是呢基本上在大方向上面 我如果有这样子的管理 我是乐观其成的 透过今天的街坊调查 我们发现同学们还有家长们都有不同的见解 面对校园该不该进手机 有些人觉得 哦可以真的可以进手机 这样子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多的彼此互动 还有更专心的学习 但也有人觉得这样子会剥夺 手机所带来的便利性 反而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无论如何 手机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何平衡学习的专注力 还有手机带来的便利性 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街坊就到这里 我们将镜头交还给棚内的赵文杰 第一只手机在1973年问世之后 也成为当时的稀有科技品 那么到现在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了 台湾国中生有高达91%的人 拥有自己的手机 至于高中职学生比例更高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么有34%受访的国高中生就说 手机不在身边会感到焦虑 那高达95%的青少年 都有使用社群媒体 将近一半的受访学生坦诚 他们在社群上po文的时候 很在乎别人有没有按赞 或者是留言 那么如果手机已经是日常 到底该怎么做 同学们才不会被智慧型手机绑架呢 今天我们线上就邀请到 政大广电系教授 黄薇薇来跟大家分享 教授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黄薇薇 同时也是白世代关怀协会的执行长 国内外的研究周显示呢 手机成影对学生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派的家长认为 校园应该禁止使用手机 那黄教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用智慧型手机 对于它的网案素养 其实最主要是它的那个上网频率 如果它的上网频率是相较比较高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同学之间的自主性会高一点 但是如果它一次上网的时间 会用手机的时间过长 其实是对于它的自我觉察跟判断力是薄弱的 那我相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包含最近立法院也很关心 就是有关于手机 甚至是又重新再关心这样的一个沉迷的现象 那我觉得在国小阶段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适度需要做一些比较强度的一些介入 不管是学校或是教育单位 那在高国中的部分就是学生代表要参与 因为我想说也真的有的学生是需要 可是如果有的时候一些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偷偷在用平板或是用手机 除了对他自己之外 其实周围的同学也会被他影响 因为人都会好奇其他人在看什么有趣的内容 那这个对于孩子的专注力不只是视力健康 包含专注力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自我觉察 或是对环境人际关系的观察 其实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 所以是值得去评估看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散如流 即使未来教育部有规定以后 都不能在学校里使用手机 这会不会变成只要脱离学校 其他的时间学生都在滑手机 这不是更惨吗 现代父母到底该怎么跟孩子沟通 使用手机的准则呢 家长如果要介入跟孩子之间用这种3C用品的沟通的话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不要打紧小怪 那在国小的阶段 特别在中低年级的部分 我觉得家长适度的去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帮他做好他的休闲时间的规划跟管理 特别在长假或者是在周末假期的部分 然后那在中高年级 事实上是要教他如何做选择 如何做判断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 那就是说家长不能说小孩子你要少用手机 他可能是要告诉他说 说你用手机是可以做些什么的 不管孩子 看电视或听音乐 或者是用手机或玩手机 主要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选择判断 还有引导他做一些 所谓的创造性的使用 甚至让他能够抽离出这当中 可能他正在接触的那个手游情境 或者是那个聊天情境给他的一个框架 他能够跳出来 不管是成年人或是孩子 其实你一定会要常常上网 常常用手机 可是你那个频率很重要 就是上的去下的来 那我觉得那个上网频率是很重要 就是说不要这么一次 每次就这样一用 就要用好几小时 那这样的话 他就只沉浸在这当中 他对于网路上原来的 对话的一些语言 或者是内容上面的一个 察觉的分辨能力 就会薄弱这样子 所以咯 使用的频率不是重点 而是不要挂在文物上太久 要练就上的去 下的来的能力 才不会被手机绑架 今天很谢谢黄教授的分享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那么就是国小以下的孩子 尽量少用手机 那么到了国高中 则是要学习如何善用手机 那么在全球校园 进手机的风潮当中 如果国内也可以制定一套标准 才可以让大家一循 係养用手机的风潮当中 就会用手机的风潮当中